Hello 今天巧克力是打算去给我老公洗个澡 第一次去洗车 也不知道这个车的价格是多少 走吧 去看一看 洗车是有些什么程序呢 这里看到一个洗车行好像还不错 就在这里看一看吧 洗车多少钱一次 你这个哎 这个才洗好多少钱呢 30 30啊 他现在要吃午饭了不给我洗 那我就换个地看看 因为我也要去吃饭 看一下我的车车挺沾的了 我现在是换了一家也是30 这家比较小 老板如果洗个类似的话是多少钱啊 洗类似啊 啊 200 啊 这么贵吗 就是 顶上 座位都要洗 包括座位吗 对 它这个类似里面其实也挺脏的 想给它全部洗一下的 200块钱还要洗两个半小时 现在没时间洗 重点是200块钱贵吗 好贵啊 感觉还是 那就先将就将就吧 等一会把它的外面洗一下 瞬间感觉这车车真的好大呀 把这里面都塞满了 雪花 嗯 这个洗了香香的 这个需要几个人骑上手 它太大了 它这个以前车主的垫子 其实看着挺脏的 不过也先这样吧 我现在看着他们洗小车的工程量 我觉得还是洗摩托车赚钱多了 摩托车又简单又方便 10块钱就完事儿 这30块钱要做的好像多太多活了 看到前面的付车费我才知道 原来那种小的洗车是25 我的车是30 车子大 比别人的车都要贵5块钱 它不仅耗油 连洗车它还要多给 还好停车费都是一样的 养一个车是真费钱啊 不是开玩笑的 选择了就好好养吧 全部洗好了过后才发现 这个之前粘的没有洗掉 还有一点难擦呀 现在还不错 全部干干净净了 好了现在我老公已经洗的干干净净的了 里面香香的 但是我就搞不懂 小车跟我这个车都是同样的 几个座椅 一个外观 为什么它叫便宜5块钱呢 然后车类似的 你们那边洗的话是多少钱啊 看要出发的时候再洗个车类似吧 好吧 就这样了